我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讲 直接摔一个怒起来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ok Hi 你好 我是大喜安 这种上一支有关开箱的影片 我们是做了关于M1 MacBook Air的开箱 从当时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快两个月 今天我就会直接切入主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不过在这方面其实也不是说多专业 所以会简单挑出几个重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最后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遇到的小问题 那到底这台M1 MacBook Air的使用心得如何 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点是性价比及辨细性 这两点其实蛮多人在挑选笔电上面的重点 那其实如果你用这台MacBook Air的价钱去网络上搜寻的话 或许你可以找到规格很好的笔电 但通常它可能就比较大台 比较厚重一点 那如果你可能又找到跟它一样轻薄的笔电 你会发现它的规格好像又是比较偏向是类似文书型那一种 那这一次这个M1 MacBook Air 刚好就是在辨细性 还有它的性能上面都有一个蛮不错的表现 携带上面当然不用说啦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方便 那有关于它的性能方面 像我第一支影片其实当时是用4K去拍的 那当时在剪辑的时候呢都觉得非常的顺畅 所以呢我个人对于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满意的 不过其实实际上呢我还是有遇到一些小问题 那我会把它放到后面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二个呢是有关于外观的部分 有一些人在挑选笔电的时候其实也非常注重于笔电的外观 那这个部分其实各家厂商都使出浑身解说 你可以看到有些厂商可能是在外壳上面做一些变化 或者是有推出一些特别的颜色来吸引消费者 相反的 MacBook Air其实在外观上几乎都是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有些人对于它外观一层不变觉得有点无趣 不过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简约的感觉 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蛮有质感的 不过最新呢其实有看到很多消息指出 今年的MacBook有可能会出很多像是iMac这样鲜艳的颜色 虽然有可能只是遥传 不过你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再等一下哦 说不定呢就会有帅哥或妹子 在咖啡店看到你拿出MacBook Air的时候 今天拿出笔电来工作一下好了 oh my god 前面那个男的太帅了吧 看看那个断媒看看那个鼻子 在开发那个胡子 哦我的天啊 诶不是吧怎么拿这种笔电 算了算了算了要比他了 难道 A few moments later 又是他 哦无聊 接下来拿出我的笔电 等一下 那个是最新的M1 MacBook Air吗 天呐也太帅了吧 哼不行我爱上他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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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想太多好吗 第三个是有关于MacOS系统的 而我换了一个新的作业系统 其实并没有什么强烈需要适应的地方 不过还是有一些介面上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呢我要找一些资料夹里面的档案 其实我是找不到的 那我特别想要提的一个点 就是当你在使用很多软体啊 像我在用PS或是Final Cut Pro啊之类的 你会发现它有些基本动作的快捷键其实都是相同的 那这个是让我觉得蛮惊艳的 因为以前我在用Windows系统的时候啊 不同的软体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快捷键 那你要去记会比较麻烦一点 个人是蛮喜欢这样子的设计的 所以呢在整个OS系统上面的体验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的 D-SICK可能也是很多人都蛮在意的 就是有关于记忆体的部分 当初看了很多YouTuber的推荐 他们几乎是一致的认为说 其实你知道我在做剪辑的 使用8GB的记忆体其实也是蛮足够的 因为这样呢我买的版本就是8GB 并没有在做其他升级的部分 但是呢有一天我在做剪辑的时候 它就突然跳出一个小视窗 我告诉你说你的记忆体已经满了 请强制关闭以下的应用程式 我看到这个视窗之后呢 当然第一个关的就是Final Cut Pro 因为它上面占用的记忆体非常的大 关闭之后我就没有再打开了 我直接做一个重新开机的动作 那整个在重新开机之后呢 就变得非常的正常 没有再跳出这样子的视窗 而在这两个月的使用下来呢 我总共有发生过两次这样子的状况 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MacBook 所以实际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个人是建议 如果你预算足够的话呢 直接上16GB会比较好 如果在重要的时刻发生这样的状况 会有点尴尬 如果能够避免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 当然是最好 第五点呢就是有关于硬碟容量的部分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哦 知道怎么去整理你的资料 其实比硬碟容量大小还重要很多 容量再大如果你不去清理去整理的话呢 其实总有一天还是会被你塞爆的 我自己使用上个人是觉得512GB已经非常足够了 那就是当我剪完一个影片呢 我就会把整个资料库移到外接硬碟去 那电脑所示出的空间呢 我就可以挪给下一部影片来做使用 那当然如果你手上是有很多案子在执行的 硬碟容量的部分 就可以加到你需要的那个大小 那如果你的预算是比较少的 其实就不需要一面的再去升级你的硬碟容量 基本上像这种可以扩充的我都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 只是呢你可能就要再去额外携带 像这种外接硬碟这种东西 那有时候没带到又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第六个则是有关于续航力的部分 那这一点呢 MacBook Air真的是突破对于笔电续航力的这个印象哦 因为以前呢 我大多都是使用这种轻薄 然后比较偏向文书型的 这种笔电呢 通常都比较省电的 一些文件啊 然后边听音乐的状况下 我个人觉得六个小时已经是熊上的极限了 但是呢 我目前使用这台MacBook Air 保守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以到十个小时这么久 所以呢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 就是如果你早上充饱电 你带出门一整天 你其实是不用充电的状况 那也因为续航力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哦 所以我个人在这点上面是非常的喜欢 那除了上述六个重点方向的心得分享之外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些让我觉得不习惯的 或是我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正在考虑要不要跳槽的你呢 来做一个参考 首先不习惯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它视窗的不同 在OS系统上面 不管是关闭啊缩小等 全部都移到左上角 再来会发现 每个程式或视窗的主要栏位 都会固定在左上角 不像Windows系统呢 它会随着视窗走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你桌面有很多视窗的时候 不用因为选项被挡住 还要特别去拖动一些视窗 可以直接进行操作 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动 第二个呢 是有关于中文英文的输入法切换的问题 原本使用Windows系统 我们会习惯性的去按Shift来做一个切换 但是在OS系统上面 它其实是要按Shift上面的一个按键 就是上面会有一个中音切换的图示 如果你不习惯 按Shift上面的按键 可以按Ctrl加空白键 来做一个输入法切换的动作 不过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按错 有时候是会觉得蛮烦的 第三个呢 还是输入法 没错 平常我们在使用Windows系统的时候 如果我们打错字 我们是把那个游标移到那个字的下方 但是在OS系统呢 当你想要改那个字的时候 你不能把游标移到那个字的下方 而是要移到那个字的下一个 当你想要修改的那个字 你按方向键下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会跳出一些组合字 它认为是你常用的 而这时候呢 前面跳出了几个 它可能一次想要帮你改五个字 四个字三个字 最后呢 甚至你想要改的那个字 它顺序还把你排到非常的下面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还没有 它的初始设定呢 是使用垂直选字的方式 所以你一开始往下的时候 在Windows系统 你习惯是它会跳整页对不对 它是给你一个字 一个字去跳 所以如果当你 啊 不小心错过了 你想要再回去的时候呢 真的是 不过好险呢 它设定里面 有个让你选择水平选字 那这个水平选字呢 我个人是觉得比垂直选字好太多了 总之这个输入法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ok 甚至呢 还让我渐渐的有点懒得修正那些文字 我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讲 如果你也不喜欢OS的输入法的话 麻烦下面留言区留言 让我知道好不好 直接刷一个怒气 真的是气死啊 再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使用的两个月期间呢 我遇到的几个问题 首先呢 是有关于蓝牙连线的问题 因为我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 都有习惯使用蓝牙耳机 那我在使用这个M1 MacBook Air 有时候在听音乐的过程中 会有点断断续续的 并不是网路上的问题 平常若不是使用蓝牙耳机来听音乐的话 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如果上网搜寻一下呢 你会发现好像有蛮多人 都对于这个蓝牙蛮有意见的 所以如果你针对这个部分还蛮在意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再考虑考虑了 另外呢 如果你是有剪片需求的人 我建议一律一定要用有线的耳机 因为我平常在使用蓝牙耳机的时候呢 会出现有延迟的状况 第二个呢 这是有关于某些相容性的问题 如果你平常都是使用Windows的笔电 现在想要使用Mac的话 那建议你去看一下 你可能上班时使用的那些专业软体 有没有出Mac版本的 再来呢 你可能也会想说可以下载一些手游来玩 所以我一开始 其实有去找一些 我平常在玩的手机游戏 但我安装完进入游戏之后发现 它卡在就是登录的画面 过几天呢 经过系统更新之后 我就发现那些不能玩的App 已经从App Store里面下架 所以它应该是有在持续更新 拿掉这些无法进行的游戏 所以类似这种呢 不管你在工作上面使用的专业软体 或是像这一类的游戏 都要确认一下能不能在M1的Macbook上面运行 最后呢 比较特别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遇到的问题 以及它的解决方法 就是某天呢 我想说 既然平常Windows的笔电 都有装一些防毒软体之类的 那我也来装一个好了 所以呢 我就是找了我之前常用的 就是有一个 红色的雨伞 一开始是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使用一段时间呢 就开始出现一些小状况 首先呢 就是我发现我要唤醒 我的Macbook Air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唤醒 它会卡在一个黑幕的状态 然后你的滑鼠呢 就会一直转彩球 它就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就算你真的成功唤醒了它呢 你电脑的速度也会变得非常的慢 你可能会想说 防毒软体就是会占用一点 电脑的资源对不对 Sorry 关机会需要我一个小时去关 你觉得这样子正常吗 蛤 因为真的太奇怪了 所以我只要打电话 求救Apple的技术资源服务 我就打电话过去跟它说明 我遇到的这些状况 那它当然是耐心的听完之后呢 给了我几点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如果你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呢 不妨也跟着我一起试看看哦 第一个 就是使用安全模式 来开启你的Macbook 使用一段时间 并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则是重新安装你的OS系统 第三个 就是删除你硬碟里面的资料 并且重新安装你的OS系统 第四个 则是服务人员呢 他可以协助帮你预约 这个维修服务的部分 那上述操作的步骤啊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都可以马上请服务人员 把它寄一份说明到你的信箱里面 而我呢 则是在当下请他在线上 带我执行第一个步骤 也就是利用安全模式呢 开启我的Macbook 要开始安全模式很简单 首先就是把你的笔电关机 接着呢 按着你的SHIP 就是箭头往上的那一个 然后同时呢 记得按着开机键 等它出现一个开机选项 就是会出现一个硬碟 还有一个齿轮的图示之后呢 就可以放开 接着呢 请点一下硬碟 这时候要注意哦 先不要按继续 跟刚刚一样 按着SHIP 你会看到下方的继续两个字呢 会变成在安全模式中继续 点下去之后呢 你会再一次看到苹果的标志 并出现一般常见的登录画面 要你输入密码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画面右上角呢 会出现安全启动四个红色的字 那就表示你成功进入安全模式了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看看了 在一些第三方程式 没有启动的状况下 使用的状况为何 而要离开安全模式 回到正常使用状况呢 我们只要再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那这整个操作步骤 其实还蛮简单的 那我其实使用安全模式之后 就发现啊 其实整个系统操作起来 都非常的正常哦 那我当时安装的软体其实不多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怀疑的 当然就是我的Founder软体 把Founder软体删掉之后 就没有再发生这样子的状况了 所以如果你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呢 我可以建议你试看看 我要特别小心哦 因为我之前照网去搜寻 看看人家要怎么重新安装这个OS系统 那我看到呢 国外有些人在重新安装这个 M1晶片的MacBook 发现他们重灌之后 他的笔电就直接变成专了 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安全模式下呢 你也没有找问题 然后你也没有自信 能够安装好OS系统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可以照着服务人员的指示 可以请他帮你预约维修服务 这样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当然在进行维修之前 都建议你一定要先进行备份的动作哦 以上提到这几点呢 就是我使用了两个月以来的心得 除了笔电之外呢 有些人在使用MacBook的时候 其实也特别的好奇 到底有没有需要再去买一个滑鼠来使用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支有关于开箱影片的主题了 其实现在网络上 已经有很多影片 是有关于适合Mac使用的滑鼠 但我的下一支影片呢 则是会针对Apple的产品 Magic Mouse 2 来做一个开箱以及我的心得分享 那大家对于今天的影片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或者呢 你平常在挑选笔电的时候 有什么你很在意的地方 或是你考虑的重点 很少人看到我在做介绍的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给我哦 我是大喜 希望你能够在下支影片 再见到大家 打勾勾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有很多的第三方程式都没有启动 那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第三方程 在这些第三方 在这些地方第三方 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看看 就是在这些第三方程式 没有启动下的状况 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看看 在这些第三方程 在这些第三方程 没有启动下的使用状况如何 请不启动下的报告 在这些地方 请不启动下的 您的支持